複製格式一下 就算好了 合計的話就等於 等於 這個 加 這個 機率 誰的最多呢 用 RAC 函數 用統計裡面的這個應該有用常用到吧 RANK EQ 這個 它的機率 跟 這個所有的 Ctrl 6向下 這個全部的 按 F4 應該把它鎖起來 它的機率 在這個範圍裡面 排第幾 排26 所以按確定 向下填滿 請你告訴我這裡面 1到7 前7個機率最高的 所以最後記得 請你幫我換個顏色 比如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 這樣找很不方便 第一名 給我一個 紅字 那個 黃底 第2名 第3名 那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有 前面好像講過 設定格式化條件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第2個 第2個 紫格式化包含下列 出售格怎麼樣 小於等於 7的 格式化成什麼呢 字的顏色紅色 填滿 黃色 確定 確定 好 1到7 就通通出來 有沒有 紅色的 這個 12號 21號 一式類推 當然 這個方法做出來已經算快了 最好的方法是 再按按鈕 最好是按按鈕 7號自動幫你列出來 不過這個是延伸練習 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想想看 請在旁邊加一個按鈕 最高 那個 排名前 前7個 那就自動幫我把 前7個列出來 然後呢 再去網路上 搜尋一下 比如說樂透彩 大樂透的那個 歷史資料 一定有 我找過了 再從網路上 自己把歷年來 像樂透彩 從204年就有了 網路上全部的資料都有 不過最好是一個目標 是這樣 可以按個按鈕 自動 全部都幫你 都都download下來 對 然後自動呢 告訴你答案 按個按鈕自動就全部完成 不過當然野心不要太大 慢慢一步一步 我們可以 也許你現在沒辦法全部 但是你可以 拆成一段一段一段 慢慢慢慢全部再把它 串在一起 它就會有個自動化功能 好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記得這個應該沒問題 一個兩個 這兩個相加 最後排名 最後選起來之後 設定格式法條件 記得就是用那個什麼 這一個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 先講到那個 數學函數 後面好像還有一個範例 還沒講到 這個範例的話 牽涉到有關那個 如何錄製聚齊的部分 如何錄製聚齊 這個是成績 因為今天 有點小感冒 所以 聲音 比較怪一點 請各位多多包涵 錄下來的話 當然 應該也有一點點 聽得出來 前兩天更嚴重 禮拜二幾乎沒有聲音 所以底下的同學 真的 就很辛苦 本來禮拜二要請假 後來想一想 請假要嚴苛 感覺好像要 又要再來一次 所以 不過 聽得很辛苦 我講得也蠻辛苦的 OK 好 那 今天的話 先到這裡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繼續 檢視與參照 V6函數 非常重要 V6函數 裡面的話 也要搭配 我們今天講的 定義名稱 F3 這個F3非常好用 所以以後記得 你有個大的範圍 要把它選舉起來 就可以定義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 將來 也可以配合 那個回圈 可以把一個個資料 全部抓出來 那這個後面有機會 我們再來討論 呢